中國人有句話是三十二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同感呢? 其實一個群體、一個人 其實到了一個三十年的光陰裏 或許都值得我們去認定 我們過去經歷的恩典 如何建立自己成為一個成熟的人或群體 但是我相信這個回顧 其實也不是純粹為著懷緬過去 那些等六十歲、九十歲左右 三十歲就不只是懷緬過去 應該基於一個懷緬 去好叫我們能夠更有力地 去活出往後的日子 同不同意? 三十歲他應該這樣 所以今天很想跟大家透過一段聖經 神的說話 《少女行傳》第十一章 一起去思想 當恩福堂 你也有份的 東九子堂也有份 在一個去到三十的年份裏面 其實我們如何繼續前往呢? 從一堂到多子 大家想問一下 有沒有誰是一次都沒有回過荔枝閣那邊的舞堂的? 一次都沒有回過 都...不是很多 那我就鼓勵你們 其實很近而已 我突然間也打算回去的 因為突然會有大會 我結束後就要回去的 因為我們十二點半有一個會有大會 我都要出席 還有 我還要在那邊的位置 其實是突然地鐵 話說半個小時搞定而已 多少錢地鐵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用八達通 不要留意 對不起 很近而已 如果你有回去 我不知道你有否印象留意過 地下大堂有一句話 可不可以打打個PAPA 有相片嗎? 在第一大堂 這個位置 大家看出來見到 有一句說話叫做 蠟燭香港 空懷普世 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那是不是说 我们一个一个 怎么都要去外地参与一下 境外的福音工作 那不是叫做空懷普世呢 我觉得其实 重点不是在于我们 人去不去那里 或者有没有去那里 这句说话的关键是什么 空懷 空懷是说 我们的心思态度 和我们承载的能力 不是说你有没有去过那里 如果我们没有某一种空懷 其实我们去多少地方 我们的心都可以是很狹窄的 我分享我一个少年的例子 大家更加容易明白 那时候香港在80年代 我大概十六七岁 你不要猜我多少岁了 我过了十十岁了 中四升中五 香港正值九七问题 大家经历过吗 在80年代那时候 那时候我身为中学生 多多少少都听大人说 之后很害怕 对将来都颇为感到黄滑恐惧 黄滑恐惧 当时中学的老师 和我们介绍了一个由新加坡政府提供的奖学金 如果大家活过在那个年代 可能还记得吴国庆在电视里面有一个广告的 有一首歌唱的 是鼓励一些人去新加坡的 我看到有姐妹的颇头 那时候在新加坡有一个奖学金 叫我们不需要在香港读中六 不需要在香港帝毅升不升大学 就去新加坡去读他们的高校 然后就继续去升学 由新加坡政府提供住宿学费生活费 全部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帮你搞定 那只需要靠你一件事 就是靠你自己的学业成绩 去投考新加坡的大学 考到那你就怎样了 那你就飞黄腾达了 那毕业后你可以留在新加坡工作一段时间 然后你入职 成为新加坡人 但是这样 如果一个不幸 你考不到入大学 那怎么收科呢 那你就两手空空回香港了 那但是呢 当时听到这个介绍 我不知道大家听完觉得是否吸引 都有一点吸头 就是免费帮你读书 入职 避免九七问题 然后从此之后 就好像是按据落业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申请呢 做一下民意调查 你听完之后觉得会的 我问错问题 我应该问 听完之后是不会的 我知道都没人举手的 就是个个都会安慰自己 说笑而已 当时我就决定了申请 面试的时候是用英文的 我想大家都没听过说英文讲道 我都没试过 当时我的英文是极差 面试之后 收到说我成功申请 我心里想 新加坡讲英文的 你这样也收我 真的吗 真的吗 我打算跟爸爸 妈妈和哥就说 我申请了这样的东西 我申请了这样的东西 从此之后我就移民新加坡 我家是最小的那个 OK 全家人没有一个人 有申请过移民 有想过移民 我家最小的那个 那我无故在家里说 我走了 那当时的家人有什么反应呢 没有人反对 OK 没有人出声的 我当时越想越害怕 我说这样也行 这个章有金 其实没有保证过 我一定留在新加坡的 也没有任何提供 你去到之后有什么照应 十几岁一个年轻人 过到去怎么办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路 简单来说 我当时的空怀 并不能够承载新加坡 在我生命里面 其实是这么简单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想象 当时我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放弃这个奖学金 因为我承载不了新加坡这个地方 从这个例子可以见到 其实我们的态度 是决定我们的高度 我们是否能够走更远的路 关键是在于我们的空襟 胜在到多少 反过来说 我们今天身处香港 如何空怀普世呢 我们看看香港的人口分布 好吗 根据香港政府 2011年的人口普查 虽然香港接近九成五的人 都是讲广东话的华人 我们现在在座这些 应该过都是 我猜 但并不表示香港 没有其他族裔的人 印尼人 菲律宾人 可能你和我记得也有个人 白人 印度人 巴基斯坦人 尼泊尔人 日本人 泰国人 全部加起来 其实都有7% 7% 各位亲爱的鼎姐妹 你看看你周围 其实今天我们的信仰群体 有成万人 有没有这7%的人 有没有呢 今天经常有人说 教会是社会的缩影 似乎表达教会 无奈地要荣让社会的恶习 走进来 在所难免 但今天我反问 如果我们说教会是社会的缩影 我们有没有把社会中应该有的多元性 包容性 多样性 都按神的心意 带入来教会 教会的发展 不单止在量那里 也应该在质那里 所谓质数的提升 有什么指标 今天 我们一起看 《使徒行转》 11章 我们看看 在当中 有没有一些 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提醒 我们一起祈祷 主 你是万民万族的上帝 今天你透过敬拜 带领我们去思想 你对我们的恩典 你对我们既熟 的恩情 你在万物的创造里面 流露 对我们的保守 看顾 我们一一都铭记于心 但主 今天 你透过你的话语 去提醒我们 我们不要将这份的恩情 纯粹 就自己拥有就算数 我求你让我们 真是能够 去敏感 社会的需要 失丧的人的需要 就像刚才敬拜的诗歌里面 同样都会提到 那个 世间的伤痛 我们这帮梦恩的人 很应该 在当中 去将上帝的恩典 带到 去万民 万族当中 但我求你让我们不是去说 不是光是去说 而是 我们去问自己 如何实践出来 我求你让我们由心出发 让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视野 让我们的眼界 让我们内心那份的热成 是因为 在里面有改变 我们走出来 帮助我们的胸襟能够 被你 扩阔 被你的话语 扩阔 被你的爱 扩阔 被弟兄姊妹互相的激励 扩阔 让我们的生命 更加合理的心意 就让我们的行动 也都更加合理的心意 让我们他日 在审判台前 我们能够好好地向你教掌 求你祝福 今天无论讲的听的 都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 得着激励 得着提醒 得着帮助 得着祝福 我们这样祷告 乃奉靠我主耶稣基督 得圣明志祈求 我们现在一起去读圣经 我们一起去读 《使徒行传》 第十一章 现在稍微长一点 或者我建议 会不会我们 帝兄读单节 子媒读双节 大家可以有时间 休息一休 《使徒行传》 十一章 一读十八节 帝兄先读 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帝兄 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 你进入未受割礼的人 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 我在约拍城里祷告的时候 温柔障碍 看见意仗 有一物降下 好像一块大布 系着细角 从天随下 直来到我跟前 我车听见有声音向我说 比得起来 宰了是 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 神所欠净的 你不可当作作作物 正当那时 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 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 那人就告诉我 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 站在他屋里说 你打发人往若迫去 请那称呼比得的西门来 我一开讲 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神既然吸他们因此 将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吸了我们一样 可是谁能难阻神呢 这段经文很简单说到一个吃饭事件 比得就跟人吃饭 然后被人骂 然后比得就解释 解释完一轮之后 大家就没有声音了 这件事就这么简单 所以一二三节就是一个引子 讲到比得如何被人挑战 被人质疑 然后比得就解释 由第四节一直讲到第十七节 然后到十八节就有一个结局 其实这段经文是接触上文的记载 讲到耶路撒冷教会经历迫白门徒四散 结果扭暗花明由一村 迫白原来是上帝带领教会 经历突破性发展的一个序幕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四散让那些四散的人 去到不同的地方传人福音 《施路行传》第十章的记载 比得四处就去探访那些四散的门徒 就是他们走了就去探访他 在这个探访过程里面 竟然就经历上帝的带领 去到一个非犹太族裔的人的家里 哥尼楼那里住了 在那里住的时候 还带领了家庭各人去信耶稣 本来这件事是好事 今天我们这些香港人 照着我们就不会这么想的 总之有人信耶稣就好事 理得他是谁 但是在当时的处境 其实不是 这些事都会朝野投诉的 投诉什么 你呀你呀 为什么和外邦人吃饭 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 和他们一同吃饭 是不是 那个问题在那里 有什么不妥的 吃饭而已 是不是 要回答这个问题 必须留意 投诉者其实不是怪比得 和信了主的人吃饭 他信不信主其实不是最重要 就是在当时那个责怪里面 那个责怪是责怪他和未受割礼之人 就是外邦人吃饭 换句话说 投诉者真正在乎的 其实是对方的族裔 并不是他属灵的状况 为什么会这样的 为什么会这样的 他们根据旧约圣经创世记第十二章 神应许亚伯拉罕 曼国 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 是不是 我们有时间可以回去创世记第十二章 即是你们完成了重白之后回家 回去看第十二章 创世记 你们听得很清楚 神应许亚伯拉罕 曼国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 但是这个应许怎么落实 去到创世记第十七章 神就进一步应许亚伯拉罕 这个落实是要透过割礼 即是说 亚伯拉罕的后裔 那些男丁 世世代代代 无论是家女生的 无论是买回来的 全部那些男生 都要受割礼 做了这个割礼 做了这个割礼 就成为犹太人了 就是这样 去叫万国得福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们不是不认为 外邦人 不会得福 是会得福 不过方法是什么 受割礼 所以那些奉割礼的门徒 其实是这样想的 他认为外邦人如果要信主 必须先接受割礼做犹太人 就是外邦人 怎样信耶稣 中间加多一步 叫做割礼 清不清楚 于是 就在这样的理据之下 他们就责怪彼得 为什么不先带领这些外邦人 达了席 做犹太人 先给他们信主 行不行 他就按着那个旧约对圣经的理解 就是对旧约圣经的理解 去质疑彼得 为什么做了什么 这样 但是不经不国间 这个想法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大家不知能否看到 其实就是把一个人的族约 看来 比一个人的信仰更重要 是不是 因为这个缘故 彼得就向他们解释 他刚刚经历了一个上帝亲自 去启动的工作 圣灵降临在那些 尚未受割礼的外邦人 是不是 很清楚 那个 的回应 其实重点就是在那里 就是说 在这件事里面 是上帝亲自去向大家表明一个立场 上帝已经接纳了这帮外邦人 信主的身份 并不需要靠割礼 投诉者获释这个事实之后 路加就在第十八节那里记载他们的反应 就是 没有声出 以表明他们都要接纳外邦人 继续可以原容外邦人的身份去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各位顶姐妹 苦心致问 我们有没有像那些奉割礼的投诉者那样 将人的族裔 本来 在神的眼中 相对于信耶稣 其实应该是次要的东西 去成为 抬拒人 在福音门外 的一个因素呢? 我们有没有 将本来次要 相对 不同的族裔 不同的生活方式 不同的性格取向 不同的文化 成为原因 将人排拒 在福音的门外呢? 思想上 其实人制之间 有多少的誤悔 格莫 严厉 甚至受恨 是源于文化差异的呢? 让我和大家举一个实例 有一个宣教士 他在工场多次 很有礼貌地 去请一位当地的领袖 去确实回复 我邀请你某年某月某日 来做某些东西 来我的中心做某些东西 你已经来不可以 很有礼貌地问 问了很多次 结果 事隔半年有多 对方都没有任何回复 沉默 Email给他们沉默 电话留言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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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你是宣教士 是不是失望? 他也很失望 认为 为什么这里的人 这么没有责任感 真的问我这么多次 都不回答你 还是领袖 照他在当地的社区 为什么会这样呢? 后来一段时间 他有一次机会 和另外一位 更加资深的一位宣教士 看了这件事 这位前辈 告诉他 其实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当地人的文化 是不会明然去拒绝人的 就是他不会说不 即使他真的说不 他不回答你真的说不 因为他觉得礼貌上 他说明他说不 是没有礼貌的 所以 你一直听不到他说yes 其实 他拒绝了你 你不知道而已 他这样做 是为什么呢? 其实动机 是为了固存你的面子 他没有兜后兜面跟你说不肯 其实你以为他没有礼貌 相反 他现在这样做 在他的文化里面 是最有礼貌的 这位宣教士 仿然大悟 各位亲爱的姐妹 各位朋友 一个真正胸怀普世的信仰群体 是必需要有一个 乐于接受多元文化的意识 这个意识 不是讲的 是要学的 是要磨的 是要做的 第五章记载使徒约翰 在异象中 看见一个非常悲惨的情况 就是没有人能够打开 那个启示人类 以就历史中局的书卷 结果 怎么办 神的羔羊 救主 耶稣基督 出来 将那个书卷打开 他是唯一能够打开 这个人类历史中局 揭示的书卷 为什么他能够打开呢 在基督律第五章九到十节那里讲 好像也有个part point 他会说 我们一起读 你配拿书卷 配揭开七印 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 从各族 各方 各民 各国中 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于神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 作祭司归于神 在地上执掌王权 这里很清楚讲到 耶稣基督的荣耀 是在于他的救恩 但是这个荣耀的救恩 荣耀在哪里呢 在于 在各族 各方 各民 各国 都彰显这个救恩的普世性 所以 如果我们真是 荣耀神 我们必须要学 去接纳 和自己不同的文化 充心 去欣赏 和自己不同的人 我想第一步 要去学的时候 我们要谦卑 我们要忍耐 我们要虚心 我们要花时间 去学习 去学习 明白 对方 的背景 出身 我们才有机会 学到这些东西 有一次我和一位 宣教机构的领袖 聊天 说到他们坚持宣教士 去到工场 必须要花 至少一两年的时间 去学习当地的 语言 和文化 为什么呢 你想想 现在有些宣教 大家知不知道 现在我们 香港 出去的宣教士 平均年龄是多少 五十以上 你想想一个五十以上的人 他去到工场 你还要他 花了两年的时间 什么都不好做 去学习 这叫什么 就是在他的人生阶段里面 这叫什么 消磨創志 你明白吗 但是 猜会 亦仍然坚持 要做这件事 为什么呢 原因很有意思 他说 如果我们不坚持这件事 其实 根本 就是在虐待我们 福音的对象的耳朵 你连对方的语言都没学好 你跟他说 信仰 跟他分享福音 你连对方的文化都没清楚 你就向对方 去分享你生命的见证 不单只是虐待对方福音 不单只是虐待福音对象的耳朵 亦都是不尊重 这班的福音的对象 我觉得这番话很有意思 很烦心性 求主帮助我们 学习耶稣基督的虚记 大家想想 其实 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从婴孩到成长 经历了人 每一步的阶段 其实这个正正就是 这个福音的讯息 这个正正是我们要效法的榜样 进到对方的情景 去看事情 活出真理 不单只勉强很多人制的问题 更加让到教会 有更大的空间 去荣耀神 我们一起看 十九到二十六节 好吗 我们一起读 我们 今次不如一起读 好吗 今次短一点 我们准备 一二三 那些因斯提反的事 租患难四散的门徒 直走到肥离基 和居比路 并安提阿 他们不向别人讲道 只向犹太人讲 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来人 他们到了安提阿 也向希利利人 全港耶主耶稣 主与他们同在 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 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 走到安提阿为止 他到了那里 看见神所赐的恩 就欢喜 勸勉众人 立定心志 行狗靠主 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 被圣灵充满 大有信心 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他又往大掃去找掃罗 找着了 就带他到安提阿去 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 和教会一同聚集 教训了许多人 门徒称为基督徒 是从安提阿起手 好 我们先退到这里 耶路撒冷教会 在哥尼流信主事件中 学习到要接纳多元文化 当他们获释安提阿教会 因为外族人 外邦人的福音工作 他们就愿意主动派人去协助他们 于是就叫安提阿教会 培加兴旺 甚至成为典范 门徒称为基督徒 是从安提阿起手 净净秋 你想想有一天 如果东九的子堂 有一个名称 例如社关圣徒 社关圣徒 是从东九起手 净净秋 就是这样 耶路撒冷教会 自从在哥尼流信主事件之后 不单止自己学习到要接纳多元文化 而且是身体力行去支持其他教会 都是这样做 到了一个地步 是真的用行动去表明 一个真正空怀普世的信仰群体 之所以愿意去支持神国道在各地的需要 不是由于到年底 有钱剩的 要先洗掉 不是 主动的 预先有计划的 积极的 去对于普世上帝国道的扩展 有一个恒常真诚的关心 主动去将自己最珍贵的资源拿出来 给有需要的对象去用 不计较 不论识 我在去年九月 去和另外我们教会的两位同工 去到印尼去探访考察 其中一站就去拜后有一间当地在印尼的教会 叫基督教会国语堂 我们和他们的堂主任周牧师有机会谈谈 言谈间他不经不觉间透露了一个小秘密给我们 在大概十年前 当他看到香港有一个很特别的福音的需要 就是一帮印尼的姐姐很多很多 就来到香港去做工 他就和教会的执事去商量 不如你给我亲身有印尼 就飞来香港 用两三年的时间 去这里一起去做这些事工 他还谦卑到 其实我不太相信 他谦卑到来到 在当中跟我们教会 和苏牧师去学三宝 但是呢 他说得很真实 因为呢 后来他说他向执事会去表达这件事的时候 执事会拒绝了他 我会拒绝了他 我们后来 有机会和执事会讨论的时候 这是事实 但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 我给这位牧长 这位的长辈 那个国度的胸襟 心心感动 他听到的需要他不是 你去吧 你去吧 他第一个想法是怎样 自己去 然后 当日 上年我们去探访他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65年来 在做阿爷 但是 当他看到这些需要的时候 他仍然没有计较过 我只是愿意第一时间想 如何献上自己 去给神的国度去使用 其实我们认识所 即我认识 所有生命丰盛 活力充沛 在灵里面彭大有力的弟兄姊妹 神的仆人是女 无论在教会里面 教会外面 其实我发觉都不约而同 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质 就是 他们不是单顾自己的事 他们真是关心神的事 他们真是关心神国度的事 而且是愿意付出的 在属灵上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在神的经济体系里面 在神的经济体系里面 其实是藉着付出 不是罪念 去获得上帝更多的恩典 马太福音第十章八节 我们一起读 很简单的一段经文 你们白白地得来 也要白白地捨去 为着神的国度的需要 我们有没有一种这样的思维 最后我们一起去看二十七到三十节 我们都一起读它 好吗 我们准备 一二三 当那些日子 有几位先知 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内中有一位名叫阿加布 站起来 藉着圣灵指名天下将有大饥荒 这事到格鲁雕连间果然有料 于是门徒定义照各人的力量捐钱 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 他们就这样行 打捐行托巴拿巴和素罗 送到众长老那里 有时我们读和合本的圣经 有些比较混淆 在阁壶里面那些读不读呢 要有个判决 有个判断 不过要查完经才知道 通常这些判断 就是那个阁壶里面 可能是圣经的文字 也可能是翻译者的附注 在和合本里面 那我们就要分辨究竟是哪个情况 那如果在这段很明显 这个是圣经的文字的一部分 那我们读完 当耶路撒冷教会毫不计较地 去派出巴拿巴去安提阿的时候 那结果又有些什么回报呢 我们看回这段经文 耶路撒冷教会 好像是当地地区各国教会的舞堂 不单止是福音的发源地 更加是为了信仰立场定定准成原则 的一个核心基地 于是呢 你会看到 如果你看到 第十五章 其实就是做了耶路撒冷会议 就是去处理这个信仰准成的问题 但是舞堂呢 虽然是一个这样的基地 但是呢 它经济上不是一个腐足的地方 在《新约圣经》记载耶路撒冷教会 先后几次需要各地教会 在经济上高的帮助 但是呢 我们要留意两点 第一 根据《圣经》记载耶路撒冷教会 从来没有试过主动向其他教会寻求经济协助的 就是全部都是人家主动给他的 其他教会向耶路撒冷教会的提供经济协助呢 亦都是出于甘心乐意 主动情愿去做的 就以刚刚读完这段经文为例呢 我们留意第29节 经文清楚说明安提阿教会呢 的门徒是收到消息 说呢 天下将有大饥荒的时候呢 就主动去 哇不如我们都帮助耶路撒冷教会吧 是这样的 各位亲爱定姐妹 其实这幅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 当母堂愿意主动去将巴拿巴给安提阿的时候 安提阿教会又主动去为到母堂去想 动用他们的经济资源去回馈耶路撒冷教会 母堂、子堂其实就是国安恩慈 而国安上帝给他们的资源 去成为对方的祝福了 耶路撒冷教会 母持着自己是福音法原地 大大哥这样 高高在上 食住安提阿 没有没有没有 也都没有因为背负着这个身份 我大大哥来的嘛 收人家钱不是那么好的 有没有啊 没有 不寒不卑 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 就好像圣经所说 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实要接受别人的帮助 都是一个淑灵操练 就是你跟别人说 我有需要 或者你不是跟别人说 你让人知道 你的软弱 你的不足 其实都是一个谦卑的操练 当我们要接受别人的帮助的时候 我们第一 就必须要向人承认自己 真是有软弱和不足 其实老实说 你跟我作为人 可能最大的问题 就是总是不认自己有问题 正如耶稣说 我们只是看见别人眼中的痴 却不看见自己眼中的梁目 另一方面 就是因为我们接受别人的帮助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容让对方 介入自己的生命 去跟那个帮助你的人或者群体 建立一个真诚开放的关系 否则别人的帮助根本就临不到你生命里头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 的本性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挑战 最后我想到一点 就是接受别人的帮助 我真是一个谦卑的操练 谦卑并不是说 自己在某件事 某个时空里面 我不行 更加是进一步承认 彻底地承认 我整个人本性上 本身上 本质上 就是不行 谦卑不是 只是愿意接受别人 在某件事上帮你一把 那一刻 而是一个恒常开放的态度 去觉察意识自己生命圆弱的地方 一个真正有胸襟 有亮度的一个人 一个基督徒 一个群体 不单止是要盛在各种的文化 不单止是为了神的国度 可以毫不计较 毫不论识地主动付出 最后 就是常常在人 在神面前 展现那种谦卑生命的风法 教会 恩福 从一堂到多子 我相信 真的不是单单 买多个地方 进驻多个地区 这个都不是 不做 要做 不过最核心 我相信 是建立一班弟兄姊妹 在属灵上 有真正胸襟的虚坏 属灵生命有真正的底子 去活出圣经讲过的素质 接纳五道文化 为神的国度 毫不计较的摆上 牵卑付出 大家记不记得 在八福里面 有一个福很特别 马太福音 五章五节 我们一起读好吗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神扩张那些谦卑的人的领域和土地 是吗 是吗 我们一起祈祷 天福上帝 多谢你猜派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界 让我们看到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是一个怎样的榜样 他不是今天我们 世俗眼中成功的伤人 那样的 啊 聖了又聖 怎样说出什么高然大致 他是谦卑做仆人的样式 去这样 用福音 去征服这个世界 主 所以今天 如果我们仍然有什么的骄傲 自夸 我求你 用你的话语 用你的圣灵的提醒 一一去破碎 如果我们今天 不懂得用你的国度 用你的心意 去看这个世界 的需要 相同 和对福音 那一份的渴求 我求你 我求你 用圣灵说不出的叹息 去让我们重圆那一份爱心 让我们能够 在你 那一份爱 世人的热成里面 去重新得着 这一份 用你的眼界视野 去看这个世界的心 我们不是求我们成功 我们是求上帝 你 的心意 能够彰显 在我们的生命 和我们的福事里面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子临在地上 愿意同行在天上 各位弟兄姐妹 你今天愿意立志 去主动认识 那些和自己文化背景 出身不同的人 去学习和他们做朋友 你愿意这样立志 你愿意请举手 感谢主 你有愿意立志 去放下自己的利益 考虑为先 为神的国度的缘故 不计较 不论识 去学他付出 无论是精神 关心 爱心 金钱 时间 去这样投资 在国度的需要里面 你愿意立志 我请你举手 感谢主 你愿意学 谦卑 与人同行 好叫别人接近你的时候 会觉得舒服 让别人 进到你生命的时候 是有一个空间 它是被你去承载 你愿意去学习这个谦卑的榜样吗 请举手 感谢主 天上帝 我求你 让我们今天 将你的话语 深藏在你的心里面 继续去发芽 生根建造 特别 就是在我们这个纳志里面 我求你让我们 能够继续 在这些功课上高 成长 不为于力 最后 将重赞荣耀归给你 我求你 让我们这些弟兄姊妹 能够继续 预备 我们他日 在审判台前 向你的教掌 今天 不断努力 听我们的祈祷 福祉的名 也会 跟他一样 都在那里 也会 能够继续 不是 你 想 有点 可以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